9月9日第一十五届八山明星子战业在北京举办 现场行光翼翼 在大合照时由于张绍涵的站位在网上引起了日益 事业的起因是合照时张绍涵位居李运兵刘嘉玲和张子宇中间 随后苏盲说了一句 绍涵你往下蹲一点 让现场媒体猜测张绍涵故意抢占C位 很多看到报道的网友都认为张绍涵资历不够不应该站在C位 当晚张绍涵在转发所属公司发的关于此善晚会的微博时 对站位进行了回应 张绍涵在微博中回应称 碍事重新出发有时间做公益 其余的少啰嗦 有网友就在微博上传了合影时的完整视频 并称张绍涵上台后是站在旁边的 然后主个与别人握手走到了最中间的 网友们也纷纷留言称 一开始他就站在最右边的好不好 人那么多场面也比较混乱 一时才把他挤到了中间 有视频为证 今天这个锅张绍涵不背好吗 请把视频仔仔细细看清楚好吗 明明就这站在最边上 然后被挤到中间的 此善晚会大家应该关注此善啊 为了一个位置 难道这么多明星 都是去为了出风头的